彩排时状况不佳的Erica 赛前因为担心表现失常而落泪 引出在即 究竟她能不能克服难关 赢得胜利 赤字的冷漠 夜的烟火 燃烧后 悄悄被黑夜吞没 不再闪烁 没有热情更成了冰河 从爱着我 正在爱着我 用你的温柔和承诺 我要向人们思索 生活不改变着我 请爱着我 正在爱着我 甜蜜的感觉醒我 不再拥有这份寂寞 在一空 请你呼唤我 请晓菱老师来讲听 千言万语 今天的一个钢琴 其实这个还是一样的 就是说因为背景是非常的简单 所以你所有的优缺点 其实都是会很容易暴露的 那所以从一开始就听到 你的那个尾音其实都不稳 然后Erika这首歌其实是 也是有难度的 对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是 用一个西洋歌曲的方式 在诚实一个日本曲 但是我觉得她 就是Erika很尽力 你可以了解这里面的歌词的意思吗 我觉得这首歌很复杂 因为她的歌词好像是有一点悲伤 像她没有爱 然后她要爱 可是那是 然后可是她唱得很轻快 然后歌也是写在minor key 我就很confused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难的地方 就是你会听她好像很轻松的唱 可是她里面又有好多想说的事情 那个可能就是希望 藉由这些经典的歌 让你们去知道很多背后 她们怎么样去练习这个歌 马上来看两位成绩 首先是蔡逸文 请评审按登 蔡逸文的千言万语 得到的参数是 西班优质女生 挑战张钦芳经典金曲 自由声高手过招 到底谁能在此战胜 蔡逸文请评审按登 蔡逸文的千言万语 得到的分数是 十四分 好 另外呢就是Erica的爱人 请评审按登 Erica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十九 十九分 好 Erica胜出啦 其实在这个邓丽君的歌曲 我想 你要想我们为什么会向这些人致敬 你知道他们有多恐怖吗 为什么可以 华人歌坛这么多歌手 他们会被记得 他们会跳出来 一定有原因 所以请你们今天 我们都不管分数 回去再把所有功课做一遍 你们臭的是邓丽君 那麻烦你们也听一下凤飞飞 也听一下林逸廉 这些都很重要 对你们来说 如果这十二位歌手的功 你们都会啦 那我们就靠你们赚大钱了 好不好 好 两位来握手一下 谢谢 其实我自己唱我还可以接手 可是 可是我那么唱 不要想到 就是这样子 蔡依文拿到参赛以来的最低分 今天会是她最后一次的表演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